好 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发生了野火在国道中山高污日路段 大渡公墓附近的草丛 其实这边昨天中午就开始燃烧了 原本只是临心的火苗 没想到后来因为风势转强 傍晚的时候这整个火势就蔓延开来了 在井一厢的努力灌旧之下 这个火还是扑灭了九个小时之够 整个火势才控制住 树枝被大火烧得霹雳巴拉直响 原来火源只有在一小处 但是强劲的东北季风再加上天干雾燥的野草 助长了整个火势迅速的蔓延整片的树林 火势从早上11点多就开始燃烧 消防队员获报之后拿着工具 出动了九辆消防车打火 但是猛烈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熊熊的火光照亮夜空 连远在王田交流道就可以看得到 起火的地点就在大渡山区 附近都是树木杂草 交通不便 水源也不足 就怕会持续延烧到一旁的油库 还好大火烧了九个小时之后 终于控制住 我们这里有一条车路 我们在这条车路里面有布朗 麦克银行走过来这边 这条车路 消防队员隔出防火线持续的灌救 大火没有迫及到一般民众 只是起火的原因还要调查